加州是全美人口最多的州 週二一項旨在將加州一分為三的公投提案 正式獲得通過將在今年11月的大選上 由選民投票決定 這項按人口數量和地域 分割加州的公投提案 日前通過加州州務卿辦公室的審核 將正式成為11月6日大選選票的一項 按計畫包括舊金山灣區在內的加州以北各縣 將化歸為北加州 包括洛杉磯在內的沿海各縣 將保留加州州名 余下加州中南部各縣 將化歸為南加州 提案發起人 分险投資家 亿萬富豪迪姆·德雷珀此前表示 为准备公投一共收集到了60多萬個簽名 远远超過法律所規定的門檻 支持加州三分沟投的選民 大多對加州目前的政治、教育理念、基础建設 以及高稅收等表示不滿 提案發言人說 一個失敗的超富和超疲憊的州政府結構太大 不會成功 加州應該擁有更美好的未來 如果這一公投通過 新劃分的每一州 將有1200多萬到1300多萬居民 同時將國會參院席位 由目前的兩席增加到六席 不過這項公投若想通過 除了加州選民同意 還需要國會投票表決 新唐記者谷新月綜合報導 到達了 適合